那我手里面拿的是多菌零啊 很多的画友呢也应该不陌生 但是有的话我可能没听过 咱们今天简单的叨叨一下 有的话我跟我说呢是灌根好还是喷叶子好啊 多菌零呢作为一个非常广谱的一个撒菌剂啊 就是它预防效果是很哇塞的 有的话说你怎么不卖了 我这个主要是出于一个安全性 我现在就卖这种小粉帽 这个就是儿童所的这种 这个是为了考虑大家的安全 当然了这个东西一样好用 这个呢用途很广泛啊 你像咱们大家伙在换土的时候呢 你可以往土里面稍微拌一些 这个没事 别拌很多就行 而且呢多菌零浓度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它也有一定的杀虫的效果 毕竟它也是药 所以说呢一些个虫类呢也是比较惧怕它的 另外呢它就是预防一些个大部分的一些个 你像比方常见的一些个病害啊 黑斑病啊黑莓病啊白粉病啊 根腹病静腹病等等一系列的 都很不错的一个效果 你看现在这种大品牌的100克的好像 市场价也就10块钱左右 这很便宜大家养花的时候呢 作为一个就是大家的一个性价比 选择的话 它是很适合的 喷叶子的话呢 它有一定的缺点 就是说 因为这种是粉剂的 它要可湿性粉剂 也就是说 它兑水之后呢容易沉淀 它不会像是乳液的那种 像牛奶那种非常的那种 匀和的 因为大家在喷的时候呢可能会堵喷头 有的花友用了我们家喷壶也是老说我 老朋友你家喷壶真垃圾 喷点多久能就堵了 你用谁们家的喷壶 你老天爷爷的喷壶它也堵 它是粉剂的明白了吗 就跟咱们的那种面粉一 它容易堵 而且呢它会负责在叶子上 看着白白的不是那么好看 这个也看根据咱们自己的情况 你像在室外的你喷去吧 它下个雨一冲又没了 对吧 然后呢 灌根的话是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有的花友就是 在治疗一些烂根命的时候呢 适得其反了 他把握不住 很多话说我这个有点烂根了 我灌点多久能行吗 我说可以 但是呢您注意哈 一般烂根都是水大 你再对着水去浇 你首先你先控水 你等到夏会该浇水的时候再灌根 好吧 喷叶子这一块的话呢 就是既然大家开着花的话呢 就不要喷多久能了 你喷了多久能 那个花又喷了白白沙沙的不好看 你可以叶子那种是吧 你可以喷一喷 其实雨水比较多 你像南方的花友去养月季的时候 多菌龄用药的是最多的 基本上家里边养二三十颗月季 都买一斤装的这种多菌龄 主要是便宜 他们每回下过雨都会喷一遍 这个是不影响的 如果在室内的话 它可能就看的没那么好看 你可以放到土里面 也可以灌根 没有说是具体的是 灌根好还是什么好 它也是一款内稀式的杀菌药 好吧都可以 就稍微注意这个事 好了 简单的给大家说了一下多菌龄的事 大家在买的时候 尽量买一些大牌子的 不过个人推荐的话 像国光这种就是非常不错的 另外呢还有什么陶瓷医生啊 还有一些个你比方说大富生啊 等等一些个 只要正规厂家出的 效果都挺好的 另外呢你可以看这个后面的比例 有50%的 有20%的 有70%的 好吧 像这种50%的是市面上最常见的 有那种10%的 也看着是一大包 你觉得那个便宜 你想想那50%的10块 你10%的100克的 你可能5块 它价格整种贵了5倍啊 好了简单盖它这个脸 我说话一 也话这人一 下期再见 不见不散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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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想想想教官